看看新闻榜 阿里巴巴的在美国的IPO上市 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成功走向世界的一步 同时马云本人他也真的就像阿里巴巴一样 打开了财富的宝藏 创造了财富神话 50岁的马云他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权 将会使他的总身家超过200亿美元 一举登顶中国内地的新首富 你说谁都不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马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 但是后天的努力确实能够成就一个人 马云就是这样 那马云是1964年出生于杭州 他曾经非常普通当过英语老师 1999年的时候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 2003年后有先后创办了淘宝网 支付宝 天猫 阿里云等电子商务品牌 马云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电子商务的领袖人物之一 马上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 再来回顾一下马云的财富神话 可以建立一个中国最大的国际信息园 马云当时要做的业务是一个叫中国黄业的网站 通过网络为商家提供供需信息和订货渠道 这是1996年春天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片中的马云正在北京推销自己的网络产品 当时马云的业务开展的并不少 1999年的春天 就在王俊涛创办中国第一家B2C网站8848的时候 马云在杭州开始筹办B2B网站阿里巴巴 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马云对全体员工这样说 2004年5月阿里巴巴五周年的庆典典礼上 在万众欢同之中 马云这样说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放弃某一个产品 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使命 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公司要追求伟大的梦想 2013年5月10日 在淘宝网十周年庆典典礼上 马云辞去了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在谢职演讲中 马云这样说 14年的崇伤 让我懂得了人生 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艰苦 什么是坚持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别人成功了 才是自己的成功 我懂得了 我懂得了